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悲劇的愛情再加上她太愛女人了 她一生之中真的就是享受人生 她好會用她的音樂襯托那些歌詞 義大利語叫Sensuale 就是太性感的那些字 太感性也太性感的那些音樂配合那些字 而且她有時候甚至於是歌詞第一 然後音樂去配合她 她其實一生之中作品並不多 大概就十多部歌劇而已 哇 可是就那十多部 可以是票房保證 就連在歐洲的歌劇院 只要推出Puchini的 霍西米亞人Tosca 就票房就是一定會好 咪咪 我覺得她裡面她有講 她說我叫咪咪 可是我的名字叫Luchia 我一個人我住在那個小房間 我沒有時常去教會 可是我時常在家裡禱告 其實這一段的音樂就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她其實是要襯托出咪咪跟那個男主角說 我單身喔我跟你說 我會時常在家裡自己煮飯吃 我廚藝很好 都一直在跟那個男主角透露 那你會發現透露這些小訊息裡面 她有時候音樂是比較活潑一點點的 就比較沒有後面她講的是 因為她突然又想到 可是我生病了 我連明年的四月的陽光 我都還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所以她這些音樂的轉折 她就用得很清楚 柳兒其實她唱的部分不多 但是她每一個部分 都是讓人家覺得好球型 例如第一個一出來 主人拜託你 你不要去敲那個螺 因為你這樣子 你如果死在路上的話 你爸爸該怎麼辦之類的 這一段 她把女性的一些柔弱的部分 或者是柔中帶剛的一個部分 全部都表現在音樂上面 那最後一首她要自殺的時候 她把女性那一部分也講出來了 義大利人對於你和您 他們也有分別 你就是度 您就是類 你會看到柳兒跟她講話 最後一首跟她講話是 你 這已經是女人和女人之間的對話 而不是仆人和公主之間的對話了 柳兒那時候已經很堅決 所以下面的音樂就要 跟前面那個比較不一樣 一出來就是 棒棒棒 剛的那一部分已經有點出來了 就是我很堅強的那一部分 我現在跟你用女人之間來談話 你這個笨蛋 你最笨 你不懂 你什麼都不懂 就完全是不一樣的轉折 我覺得普切尼都把她用得很好 再來就是她的人物非常簡單 男高女高男中 頂多有時候會多一個次女高解決一出 普切尼整個樂劇的延長性 是讓觀眾不用看字幕 不用懂劇情 她也知道她在講什麼 我覺得應該就只有普切尼的音樂 可以做到這個樣子